哈囉大家好,我是紅豆愛機 從以前到現在呢 有很多人問我說我的衣服到底是去哪裡買的 我的衣服呢 其實沒有在固定一個地方買 都是到處買的 畢竟我們這種身型啊 要遇到合適的衣服 其實真的是蠻難的 所以如果遇到的話呢 就要把握當下 直接買這樣子 但是因為實在是太多人問我這個問題了 所以我就想說 我有哪些東西是 會固定在某一個品牌買的呢 就是童裝 對,沒錯,就是童裝 你沒有聽錯,我會去逛童裝 我會買童裝 這個部分呢我在之前 部落格的時候有跟大家說過 因為我的股價比較小的關係 是穿一下童裝的 如果你是迷你男的話就知道 童裝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不是每一個品牌都有童裝 有童裝的品牌也不少 那我個人逛童裝呢 通常都會去 大多都會去逛評價品牌 那台灣呢也有很多人會去逛評價品牌 對,沒錯,今天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逛評價品牌童裝的 心得分享跟購物指南 今天就是迷你男特輯 我在YouTube這邊呢 還沒有做過迷你男特輯 之前在部落格那邊呢有做過 這支影片呢會是第一支迷你男特輯的影片 希望等一下的內容呢大家會喜歡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馬上開始吧 先從ZARA說起好了 我以前很常逛ZARA的童裝 但是現在變得比較少了 他們的童裝呢 基本上都是一般版型 一般正常版型 像現在比較流行的Oversize會比較少一點 那如果你喜歡一般版型的話就很適合逛他們家的童裝 他們家的尺寸呢 是從6歲到14歲 我現在可以穿的是13到14歲的尺寸 也就是最大的尺寸 那我之前呢 比較瘦的時候是可以穿到11到12歲的尺寸 那他們家的童裝呢我最不會買的就是上身 除了外套 像是襯衫啊 大學T啊 或是T恤啊 西裝之類的這種東西 我穿呢 還是會有點太緊繃 雖然說是可以穿得下去 但是是有點緊然後有點卡 然後活動度不是很方便 穿起來的那種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基本上呢 我都不會買他們家的上身 除了外套以外 除非我覺得你是160公分以下 然後骨架比較小 宰尖的人呢 才會比較適合 但是他們家的西裝啊 有時候會出現剪裁設計比較好的款式 這個時候呢 就很值得把握 那如果你是160公分 或是 宰尖啊 然後更迷你的人呢 是真的可以考慮他們家的西裝這樣子 那除此之外呢 像是褲子啊 外套啊 都可以 特別是褲子啊 雖然說材質沒有比成人還要來得好 可是它價格是比成人還更便宜 所以CP值其實還是很高的 而且他們家的褲子啊 通常會是做成修身 或是和身的版型 就非常適合我們這種mini啊 因為我們這種身型啊 要找和身修身的 成人的褲款呢 是非常非常非常難找的 如果你想要找修身和身的褲款啊 可以考慮 ZARA他們家的童裝 那如果你想要找寬褲啊 oversize的那種 就可以直接略過 好以上呢 都不是我最推薦買 ZARA他們家童裝的 品項 我最推薦的其實是 鞋子 他們家男童腳號的鞋子啊 是已經做到 41號了 41號是真的很大 就是 我的腳是40號 39號40號 重點是 他們的鞋款也做得很好 款式從休閒到正式都有 像是皮鞋啊 靴子啊 切爾西靴啊 或者是雨鞋啊 老爹鞋 運動鞋 帆布鞋 涼鞋 拖鞋 等等的 都有 他的款式非常的全方位 你想要找什麼樣的鞋款 基本上他們家童裝都有出 應該沒有一家平價品牌的童裝啊 可以做到 童鞋 這麼的 全方位 就是各種款式都有 那像之前啊 我很愛買他們家的雨鞋 童裝的雨鞋 如果你是不care鞋子的品牌的話呢 他們家的童裝鞋子啊 是真的可以考慮看看 接下來就是H&M呢 那他們家的版型基本上也是一般版型 尺寸是從8Y到9Y 一直到14Y加 但他們家14Y加這個尺寸啊 有些款式做的真的還蠻大的 雖然說是一般版型 但是 如果你穿到14Y加的話 可能會變成oversize的版型 我覺得170公分上下的人呢 都還可以穿這樣子 那我買他們家童裝呢 通常都是買褲子 其他像是上半身的 一些單品 可能T恤或是 襯衫之類的 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會 不是很想要買 就雖然說長得還不錯看 但是我就不會想要買這樣 可能就是圖案的關係 比較童趣吧 那褲子就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就是宿命的褲子啊 或是一些 刷舊啊 的那種款式啊 就比較基本 再來就是他們家的童裝外套 有些款式是做的真的還蠻大的 如果你是170公分上下的人啊 也喜歡他們家的童裝外套的話呢 也可以去逛逛看 好那回歸褲子這個部分 他們家的褲子呢 基本上都是基本款居多 穿起來差不多也是修身啊 合身的這種 感覺 有些當然會是緊身啊 如果你穿比較 小一點的版型的話 當然也是會變成緊身的 雖然我會買他們家的褲子啊 但我也不是每一季都會買 因為不是 每一件 或是每一季 穿起來都會是我喜歡的樣子 對其實我個人對褲子的要求還蠻高的 像是花紋啊 版型啊 顏色啊 只要一點點不對 我就 對我就不喜歡 那之前我跟大家講過 我買褲子 最最最忌諱的一點 就是 很多褲子 尤其是歐美品牌的褲子 大腿膝蓋這個地方啊 會凸一塊出來 就是大腿最下側膝蓋上面那個地方 會凸一塊出來 非常的醜 完全沒有辦法接受這一塊 那H&M是歐美品牌嘛 所以他們家其實有很多褲款穿起來都會有這個問題 除了上次我跟大家大推薦那一件黑褲 以外 基本上 很難 去遇到 沒有 這個問題的褲款 除了我會買他們家銅裝的褲子之外呢 還有一個我非常愛買的 就是 襪子 他們家的銅裝襪子呢 通常都是 五雙一組的 而且他們家的襪子會出很多不同的花紋 重點是 五雙都會是不同的花紋 但是銅色系同種風格的 我之前很喜歡收集彩襪的時候 買了他們家超多 H&M銅裝的彩襪 真的非常的值得 價格親民 圖案有好看 然後也蠻有質感的這樣子 如果你是喜歡彩襪的人呢 一定要去逛他們家銅裝的彩襪 你一定會愛死 接下來是GAP 那他們家的銅裝尺寸呢 台灣這裡呢 是五號到十四號 那美國呢 有一直到十八號的 另一個分法呢 是從 XS到 XXL 那他們家的板子呢 就是很標準的美式 之前買他們家的銅裝 基本上我全部的單品 都有買 都會買 像是帽T 毛衣 褲子 T恤 外套 但是我現在呢 只買褲子 原因就是因為他們家也是一般版型 然後標準的美式版型 現在比較流行 oversize的版型 所以其實 其他的這些單品啊 會比較少買 那他們家的褲子啊 其實我還蠻推薦的 他們家的褲子有分三種版型 就是 修身 緊身 跟直筒 這三個主要的類型 這樣子 那我通常都會買修身跟直筒 緊身的話就會直接掠過 因為現在褲子比較流行 修身或是直筒 或者是oversize的版子 這樣子 再來就是他們家的顏色也很多種選擇 但他們家的童裝褲有個大缺點就是 通常都是中腰或是中偏低腰 那如果你的穿搭是會把上半身紮進褲頭的呢 他就沒辦法幫你調整比例 反而會讓 你的比例可能會呈現一個無無比例 或是更差的比例 除非你本身比例就還不錯 他頂多就是維持你的比例 沒辦法去提升你的比例 調整你的比例這樣子 像有些人 可能是55比例或是46比例 想要讓比例再更好一點 就會選擇 上半身紮進褲頭這樣子會讓自己的比例再更提升這樣子 可是如果你穿他們家的褲子 基本上是沒辦法達到一個修飾比例的效果 提升的效果 如果不是上半身紮進褲頭啊 我覺得他們家的褲子是非常非常非常可以的 非常OK的 再加上他們家的版型啊 如果是修身的版型就真的很修身 如果是直筒的話就真的很直筒 不會像有些褲子就是 你可能 他說是直筒褲 但穿起來 不是這麼的像直筒褲 不是這麼的像修身褲這樣子 那我穿他們家的褲子啊 基本上還是會拿去改褲長 對我來講呢 還會是偏長一點點 偏長一點點而已啦 沒有說到長很多 但因為我想要穿得比較剛好 所以我還是會拿去修改 再來以平價品牌來說 他們家的褲子有一點非常棒的就是 很多褲子大腿下側這個地方 就是膝蓋上面 然後大腿最下側的地方會凸起來一塊 非常的稠 但是他們家的褲款是完全不會 都會是順下來的 但是我不知道 真的是不是每一款都這樣 我只能說我試過的 基本上全部都是順下來的 不會是凸起來一塊 我剛剛有講到我會改他們家的長度嘛 那我通常都會改到八到九分褲 那瞬間就會變成韓系風格的那一種 標準的褲款 我知道有很多迷你男都很想要穿那種 韓系風格啊 或是歐巴桿的那一種 八到九分褲的 修身褲款 或是直筒褲款 都找不到 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考慮他們家的 GAP他們家的褲款 再來我覺得他們家的舒適度呢 有比其他的評價評價還要來得再高一點 如果你是比較care舒適度的人呢 也可以考慮他們家的 接下來我要跟大家講說就是 買GAP的時候呢 一定要有 折扣的時候再去買 因為他們家的原價呢 基本上我覺得都訂得太高了 那他們家也很常有活動優惠 比如說結帳在打幾則 或者是原本打幾則 結帳又在打幾則 之類的這種活動 所以不用擔心優惠要等很久這樣子 接下來是要跟大家分享 UniCro的童裝 那他們家的尺寸呢 是從 110到 160 有些是100到150 那日式品牌呢 並不是每一個迷影男都穿得下的 像我就已經 非常非常非常的緊繃 他們家的褲款啊 有一個bug 就是他們的 腰做得很窄 屁股也做得很窄 那上半身呢 就是 很窄尖 然後真的就是 很童裝 畢竟他們是日式品牌嘛 就是我們亞洲人的身形 我現在穿他們的褲款啊 是真的有點太緊繃 像我之前呢 會買他們家的短褲 他們家的短褲啊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是穿得下的人呢 我還蠻推薦的 因為他有很多那種 滿版的圖案啊 印花花紋 都還蠻好看 蠻可愛的 那常骨如果要穿的話 是要穿一些比較寬鬆的版型 但是我覺得 穿上去也 不到位 所以 也沒有入手 我覺得因為是日式品牌的關係 你是真的要很迷你的 人才穿得進去 160公分以下 或是 155公分 以下 或是 更小的 股價更小 然後 更窄肩 更窄臀的 更窄腰的人呢 才穿得下去 所以其實我沒有太用他們家的 童裝單品 我只有短褲而已 那如果你是很迷你很迷你的人呢 可以去逛逛看這樣子 再來是GU GU整體的 板子呢 童裝的板子呢 會比 UNICRO 再小一點點 所以就是 更局限 更瘦限 我能穿的呢 就是他們家的 棉褲 跟運動短褲 對 其他呢 基本上都是穿不下的 即使是穿得下 也非常非常的緊繃 那他們家的 運動褲跟 呃 棉褲 穿起來呢 是 非常剛好的 不是那種 特別窄 或是 特別寬的 我通常穿成人的棉褲啊 通常 褲管那個地方啊 會 寄託在那裡 但是穿他們家的不會 他們家就是真的很 剛好這樣子 那如果你是想要找 這麼剛好的 呃 棉褲啊 或者是運動褲啊 是可以考慮他們家的 那因為我的 棉褲跟運動褲啊 還蠻多的 所以其實我沒有入手 他們家的 童裝褲款 UNIQLO跟GU啊 是日系的品牌 所以基本上 他們的版型 都會比較小一點點 那如果你是像我這種 身型的人啊 基本上我比較會推薦你 去入手 歐美品牌 像是 ZARA H&M GAP 這些 童裝品牌 穿的會比較到位 比較舒服這樣子 那如果你是 更迷你的人 一百六十公分以下啊 或者是一百五十公分 的人啊 你可以考慮 UNIQLO或是GU 他們家的童裝 好以上這樣聽下來 其實我買童裝品牌 最喜歡買的 就是褲子 因為其實我很難買到 如果你是迷那就懂啦 就是很難買到一個 腰 大腿 小腿 褲管 BRABRABRA 都很符合我們身型的褲款 真的非常的難 上半身是比較簡單啊 但是 下半身褲子的部分 真的非常的難 但是在童裝呢 就很好找到這樣子 而且童裝的腰內部啊 腰側內部啊 有做鬆緊的設計 這點我之前有跟大家說過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設計 基本上在成人的褲款是 不會出現這個設計的 通常都是童裝褲會出現這個設計 因為 小朋友 成長的速度比較快嘛 那 有可能一個月兩個月 就 變大一個 Size 褲子如果沒有這個設計的話 就代表說你要重新再買過 所以基本上童裝褲款呢 他的腰內部呢 都會做鬆緊的設計 這點真的是非常的棒 CP值是不是瞬間提高 非常的 多 不管你是變胖還變瘦 你都還可以穿得下那件褲子 只要不要是太誇張的程度 所以其實買童裝褲子呢 CP值真的非常的高 價格會比成人還便宜 然後同時就可以找到合適你自己身型的褲款 我是說迷你男的部分啦 所以其實我最推薦迷你男去買童裝的褲款 好那以上呢就是這次的分享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支影片 喜歡這支影片記得幫我按個讚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拜拜